差點來關心 現在大國爭權要從地面站 升級到外太空了 繼美國成立太空司令部之後 日本也跟進宣布 4月將成立宇宙作戰隊 直接挑明把大陸跟俄國 當成假想敵 還要從外太空監視北韓的一舉一動 太空上演星際大戰 一直以來都是科幻故事 但這樣的電影場景 在不久之後可能成為現實 日本宣布4月將成立宇宙作戰隊 航空自衛隊將變身為 航空宇宙自衛隊 並以中俄為假想敵 順便監視北韓 把地面站升級到外太空 宇宙作戰隊未來將部署 在東京的府中基地 預計2022年之前 配置20名人員 政府還將投入506億日幣 約和台幣101億 顯然是完真的 史上日本正跟隨美國的腳步 2019年8月 美國宣布成立太空司令部 負責規劃和指揮太空作戰 最新戰袍也在官方推特亮相 整套迷彩設計 軍會上美國國鳥翱翔在外太空 英文寫著Space Command 這正是太空軍司令雷蒙上將的軍服 但戰袍曝光惡評不斷 網友笑說外太空又沒有樹林 官兵卻穿迷彩服要如何躲避敵人 面對網友質疑 軍方表示 引用美軍迷彩服是為了節省成本 更何況太空軍官兵無需賞外太空打仗 主要是在地球上保衛通訊系統和偵察衛星 所以制服有沒有保護色 似乎也不是那麼重要 記者綜合報導